正所谓人生无常 我们的生命就在呼吸间悄悄流逝 佛法依生意地而言 并非因缘法 诸法无言 诸法无相 诸法理心远相 理语言相 名字相 毕竟空固 佛法依世俗地而言 是有因缘法的 诸法本缘起 缘起诸法是患有的存在 事故佛法称之为因缘法 佛法又叫做缘起法 缘聚则生缘善则免 因缘聚足了 这个法就要形成了 因缘不聚足呢 这个法就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玄公法师有一位法持师傅 他告诉我们 世间一切不长久 何必计较何强求 纵然世界全拥有 不如放下罪自由 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懂得原生原灭 因缘法不要去执着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放下 如果没有在生命当中 学习放下 等到有一天 当一切要放下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来不及 佛法是因缘法 世间法同样是因缘法 因为世间本是因缘合合而成 若无因缘合合 世间一切法一概无法成立 世间若非因缘所成 即不成世间 乃至不落实的世间 法期新闻蔡孟章 台南采访报道